嗯哈喽又是我 又忘记收拆的银 那么这一次9月份的更新呢 他第一次是两个活动叠加在一起的 不过其实老玩家都知道 其实这游戏一点都不干 所以就算有两个活动 我觉得也其实没啥分别 再来这次推出的新角色 马律 哈拿 恰拿 马了哈 托该 有没有人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盯着这个字 然后盯久了 你会突然忘记这个字准要念 我现在就已经忘记广东话这个字准要念了 我没关系啊 我们看像不像就可以了 他是一个老师 那很多人都会疑惑 就是尼姬干嘛要弄学校弄老师弄学生呢 其实在来一个故事上面 可以看到 其实尼姬可以在后天叫他 他可以获得新的技能 新的技术啊 所以所以学校这个东西是 有用的 不是完全没啥用 不过因为蓝翼这个角色 他是在 我记得是半周连送的 所以如果你这一次 恶逼合作才来晚的 应该不太知道这个剧情 那回到这边 先看一下角色 我觉得他的肚子 不是肚子 是 下面这个有点突出来 是错觉吗 我觉得有点 是不是蓝的 哈哈哈 怎么好像突然出来一点 然后 战斗画面 我相信 大部分第一时间都会放大画面 我那时候也是 我放大后面的PS5 没想到PS5是 剧类镜土做出来的东西 没错 这次这个角色是 剧类镜土的 辅助型 散弹枪 然后 一开始以为这个角色穿的蛮多 应该 不太好看 结果 还不错哦 还好他是穿这个紧身衣 这个瑜伽 做瑜伽 那条裤子 应该是那种材质 好赞哦 老师 先生 然后看看技能 最后的子弹命中的时候 回血 全体回血 如果抽到再试 这个应该 我猜是像 阿尼斯泳装那只版本 就是他 他是整排一起上弹 但如果是黑兔 他是上颗上颗这样回的 不是他是上颗上颗 还是一整排回的 如果是一整排回的话 就不用手抄了 因为没啥区别 但如果是黑兔那种 上颗上颗的 那你就要手抄 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回血 他还可以帮 攻击力最高的两名队友 再回血 两个回血 二级人 开大决的时候 全体队友 也是回血 大决 20秒CT爆裂2 储存 以施展者为基准的最大体力 为上限 储存溢出来的体力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总之又是回血了 我猜 然后还可以加防 整体来说我觉得算不错的角色 他 很多回血手段 而且还可以加防 再加上其实爆裂2 没有太多来嘛 基本上是 除了白兔 呃 还有其他我都忘记 还有谁可以爆裂2回血的 爆裂1通常都是放 利桃或者是陶乐斯 这种辅助加攻击的角色 那么因为他们都卡着一号位置 所以你如果再放一只爆裂1的奶妈 他就会有点冲突他的人 所以如果爆裂2有一个奶妈的话 你一号位加攻击 然后二号回血加防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没有白兔黑兔的 我觉得放他在爆裂2会不错 回血量应该不错 所以如果你上一个活动 抽到2A的话 A2 如果你抽到A2的话 我觉得他 蛮适合他的 我们这个G类净土 遥遥领先了 有了他 他将会遥遥领先其他公司 呵呵 那么这次更新 其实已经预告了新角色 都是黑白JK 之前出了黑白兔 这次有黑白JK 那时候现在是白K 呵 白JK 又是一个超战的角色 超大 他 呵呵 直接爆开 好大哦 呵 然后 不过我觉得武器有点丑 火箭炮 就一个箱子 不过 没差了 其实我们玩这个游戏 我武器 我不是很在乎的 主要还是看你记得 本身的身体素质啊 我们要了解他们的身体 观察他们 啊 这个蛮不错啊 不过不太会摇啊 硬硬的感觉 那发射器 防御型 嗯 我们还是下一次抽的时候再说吧 不然这支影片会很长 简单来说就是 可以回炎体的 而且最特别的就是他的大绝 可以重新回到一间 那这个设定 其实在以前的那个上一年的那个 圣诞路飞 已经有这个设定 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爆裂零的 然后你开了爆了绝之后 他会重新回到爆裂一 所以你爆裂一一定要放两个角色 不然你只放一只爆裂一的话 你就会整整卡住 后面开不了大绝 黑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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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加雷鼠 散弹枪 辅助型 也是可以恢复炎体的 终于现在炎体 可以回炎体的角色开始越来越多 不一定要用利塔或者是番茄 酱或者是狗狗 现在有第四只啊 回炎体的 那他们两个JK 其实他们要一直回炎体 才可以发动一些效果 这个辅助型 他主要是加攻击力的 攻击力还蛮多的 所以也是要抽 不过这个角色又带出一个新的 Terms 中文是什么 什么叫核心伤害啊 其实我不太了解 核心伤害跟零件部位 其实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核 核心伤害 白JK其实他有一个Terms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攻击伤害 他跟攻击力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每一次这游戏出新角色 都会有新的名词啊 Terms 就是名词 为什么每一次都有新的东西 那这些我们到时候抽到再试试看吧 今天只出了老师一个人 那出完老师再出JK 之后就是一周年了 那我会建议无课玩家 这些都不要抽 因为这些都是常驻角色啊 还有一个 skin 这个是mission pass 十月的 呃 我也会买的 不过不会用 因为他 裙子太长了 挡住 他以往的造型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看到他的屁屁的漏了半边的屁屁 你看 我既然往下就会 可以看多一点 就连这个之前的 奇尔也差不多 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真万圣节这个 往下感觉好像 长了一点 感觉好像长了一点 很难看 看不掉他的屁屁 所以 我不会用 那常驻角色应该 一周年的时候会放在 常驻池里面 所以 到时候再外出来吧 要不然你 这下暴死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退坑了 要不直接退坑 因此呢 还是扭一下吧 不过我会抽 因为我已经刻了一单 你看我的石头跟 抽卡卷 我刻了差不多一单多一点 难得我上一次那个cota 诶诶 那个原本是打算刻金抽2B的 但是我可以直接用卷换 所以我没有刻 所以我留在这次刻 应该啊 我的 本来的运气都这么 我应该很容易抽到 第20抽 第20抽 好歐 我现在又开始运气回来了 我抽其他游戏也这么歐 你们 明天后天就会看到新的影片 我都超歐了 超生的 拜托 长发公主 谢谢 虽然歪了 但是 抽到老婆 抽到女儿 不过她学坏了 不要长大 不要学坏啊 女儿 还我以前的 玛丽安 这次不错诶 就算 没有抽到 我觉得也 不差 因为抽到朝圣者 就抽到朝圣者 其实就一定不亏的 除非你抽到的是嘲讽的 而且你还要不打 PVP的 那就真的会 诶 这个吗 干嘛 这只 他不出来 我都完全忘记他的存在 他的存在感 是零 没有 好惨哦 很多角色 其实都没有什么存在感 希望给多点 细分他们了 这只 诶 哎呦 干不会爆死吧 这一次 我不信 我是 可是欧洲之人的啊 哎 开始要用石头了 干 不会吧 哎 吓死我 拜托啊 这次出来 好不好 我 我不想再抽了 我要 JK了 我要后面的 JK 老师 老师 不要 你如果我回去玩这个蔚蓝档啊 拜托 给我吧 是这个吗 好像 啊对 我到现在还分不出哪个人公司 是那个英文 OK 哇 这次 抽了好多 抽大概90抽吧 不过 也不错 至少我 可以突破我的玛丽安 爽啦 那如果你没有黑白兔 你就可以把他放在爆裂2的位置 那你一号位放了莉塔 或者是你不放莉塔 你可以放陶磁 以往 奶妈通常都是爆裂翼的 爆裂2通常都是防御型 角色为主 辅助型 所以现在有了一只 爆裂2的回血奶妈 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你放在这边 那就随便打打吧 我满好奇那个什么储存 有什么用 他开了爆裂了 然后看看无人机资源 效依 这个目前体力为100%的起放下 受到治愈时 获得最大体力 哦 就是要你满血的状况下 你再回血 都会溢出来的那些再回 我想应该是这种概念 然后他大学可以加防 就是刚刚绿色的血条 那个回血 还有他 呃 20秒CD 所以不会卡的 然后 你看到我的2B 啊不是2B 2A A2 干 A2 我这个角色没有练 亲密度完全没有练 只有1等 呃 技能诠释 你看到我的回血量 其实非常的多 还有他原来是像 呃 泳装 阿尼是一样 他是一次回 9个子弹 他不是三个三个这样回的 所以 你可以配合 简单的角色 例如初音的角色 就可以把它减半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回血 你看 他其实回血量真的不错 不错 我觉得非常实用 诶 这个爆裂2角色 第一次觉得鸡类净土的角色 真的非常的好用 虽然他没有什么加 他伤害的技能 但是 他是二号位 没有黑白兔子就要抽 这是我的建议了 随便也可以看看 自动的A2跟神法 我现在神法已经两性了 我的伤害比A2多了一点 不过也不排除是因为 电脑他抓不到那个距离 可以同时打很多只 如果同时可以打很多只 他的伤害一定会比神法高 那就是这样子 好 那最后总结一下 我觉得鱼类没有 真的完全抽不了黑白兔 他可以帮忙替代一下 但是他是不能够取代黑白兔的 白兔那个无敌 还有配合黑兔太强了 如果你没有来吗 而且一号位已经有角色放了 那你就可以放他去加防跟回血 他回血量是不错的 这就是我的评价啊 那么今天晚到这边 我们下次有缘再见 我是Link 拜拜